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在一直不停地读的时候发现说真的其实我也似懂非懂 那今天又有一个更进步的认识 所以想在这个话题上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也是从他这本书里头找出来的 因为他这本书他其实非常以主耶稣基督圣灵跟这个神为中心的一本书 可是他不愿意传教 所以他把真理 圣灵跟神变成另外一个字叫principle 你去读那种说叫principle 原则或叫自然的律法 其实根本就是在讲神 自然的律法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神 对不对 那我们上次有讲了这个我们生命的 你当讲生活生活的中心跟重心 生活跟生命不一样 生活跟生命不一样 生活是把生命活出来叫生活 生命是你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重心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中心是什么 那这个生活的中心跟生活的重心 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这个 factor在里头 因素在里头 生活的因素就变成security 我们的安全感 是从我们生活的重心来 我们的智慧是从生活的重心来 我们生活的方向 指导是从生活的重心来 我们的能力是从生活的重心来 所以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你的能力来源就不一样 你的智慧就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会一步一步的讲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们有一个alternative center 就我们不把principle 我们不把神 不把自然的律法 然后不把这个圣灵当作我们这个 生活的重心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会用其他的来代替 最简单的就是money 然后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享乐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church 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的这个配偶 那我们现在 今天把重要的几个挑出来 大概讲一下 然后再讲到说 到底principle center 跟这个work center family center spot center church center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是觉得很多人 就是挥挥手 其实很多这个正道也是挥挥手 没有讲得很彻底 我们今天试的 能不能讲彻底 我们先讲以配偶为中心 这个很有趣 然后这个等一下 那些老师们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以配偶为中心 以中心的生活是怎么样 你的安全感是哪里来的呢 你的舒适与安全感 来自你配偶 对你的太平 我们常常就觉得说 哎呀 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陪伴 走这个世界上的路 所以我对她是看法是非常重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这一辈子的目的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 比翼齐飞 然后什么一大跌了 就是啊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的舒适与安全感 来自配偶对的态度 那你的配偶的情绪感觉 使你很容易受伤 像假如说丈夫的话 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不尊重 你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子 哇 丈夫很容易受伤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全部 那你不尊重我 还有谁要尊重我 你跟我不是比翼齐飞 那我跟谁去飞啊 我这一生就没有目的了 这一生就没有目的了 所以当你与配偶 当你配偶与配偶有纠纷 与分歧时 你很容易就受到伤害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 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 因为成熟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会以配偶为中心 以儿女为中心 以工作为中心 以金钱为中心 都有这个过程 感谢主 我都有这个过程 都走过的 而且也都被伤害过 也都被受挫折过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 很清楚地分享 当关系由外在力量介入时 这个外在力量 有各种不同的力量 当然有很多婚姻是外遇 或者其他的 各种不同的力量 不只是外遇的力量 你就会觉得受到威胁 所以你的安全感就是完全决定在这里 要知道方向是你自己的需要跟想要 我想我的配偶要跟我怎么样 我多么希望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 哇 眉目传奇 你一看他 他就爱你 然后他整天就仰慕地看着你 这是我们生活的盼望 你每件事情决定的标准来自 让你配偶的快乐和你婚姻的满足 听起来也没什么不对 对不对 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以后你就知道会不对 所以你配偶的决定常常就是你决定 智慧的源头 你的生命观完全围绕 配偶或婚姻的得与实 这是你判断这个生命 跟判断生活的智慧 力量的源头 被你的配偶 以你自己的弱点所限制住 你的配偶有什么弱点 你自己有什么弱点 你婚姻的弱点 然后你的力量就有限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就是说 很简单嘛 我们最常碰到一个挑战就是 丈夫被lay off 工作被lay off 那这个地位从 太太的里面的这个看法 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 我看过很多 就从天上掉到地下 太太不会很快地讲出来 可是太太至少会 态度又变了 然后这个不是 不是有生命的这个 无限的力量的话 这种东西你是没办法 handle 这种东西你是没办法 handle 那以家庭为中心 这有什么不好 家庭为中心 有什么不好 你的舒适安全感 完全来自家庭是否接受 你的孩子 你的配偶 接受不接受 或者你的爸妈妈 或是你是否达到他们的期望 我努力想达到就是 我的配偶觉得我是有成就感的人 我的配偶很钦佩我 我在工作上很有成就 赚了钱回来能够养家太好了 可是你不管你再有成就 很快就达到一个 我们叫做彼得Peters Principle 对不对 你就不能再上去了 你钱再赚 赚多也是不够多 对不对 然后你配偶对你的看法就得了 然后你配偶再看看 其他的邻居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 又是Senior VP 又是CEO 你说什么东西啊 不管你现在再高 我是Vice President 假如说我再跟我彼得 人家Senior VP 你在干嘛呀 人家在上海买了两栋房子 台北也两栋房子 然后这里还有两栋 你一直有几栋啊 OK 这一笔你就完蛋 对不对 所以你的舒适感来 是你家庭是否接受 或是你是否达到他们的期望 你个人的安全感 与你家人的安全感 息息相关 你自我的价值 完全取决于整个家庭的性 就是我这个家庭 要在众人面前看出来 住好房子 开好车子 孩子上好大学 我太太对我很尊敬 我们两个出去走路的时候 都是手牵手 给眉目传情 搂着走着 很高兴 回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是外头至少是这个样子 指导方向 你一切态度和行为 完全取决于家庭的需要 和家人对你的看法和期望 事情决定的标准 来自让你家庭的快乐 和你家人的需要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是一个相对 所以你的孩子是个罪人 你的先生是个罪人 你的太太是个罪人 你就是在满敌罪人的需要 你根本不可能把他带到不是罪人的需要 因为你根本就是跟着他们走 按智慧的源头 你的生命观完全围绕着家庭和 恋家情节 哎呀我就是要这么加好 这是你全部的生命 所以这个小孩子不听话 然后丈夫不听你的话 你生命就没有了 你生命就没有了 你就想自杀了 就想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你自己上 基本上不是一个家庭的支柱 你只是跟着家庭走的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像传的凡一样 你的能力被家庭的模式与传统所限制 因为有些家庭是不同的价值观 不听着传统 爸妈妈说这个夫妻一定要这个样 你就夫妻要这个样 爸妈其他的亲人说小孩子一定要这个样 你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能力完全被一个 家庭的模式跟传统所限制 以金钱为中心 这个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都有做过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个我记得以前在 一开始在这个 德州仪器上班的时候 那个工程师就说 他说常常都讲说 Money cannot do anything OK 他说不过Money can do a lot OK 我觉得这个很好 Money不能说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是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你财产的总值就是你个人的价值 我今天有30万 50万 200万 3000万 随便你多 这就是你的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随便你财产价值增加 任何对你经济安全有威胁的事都能够让你轻易受伤害 很简单 股票一掉30% 你这个人马上就完蛋了 在中国很多人是跳楼自杀就是为这个 所有的安全感就是在家的 就在金钱 然后你把它从这个 美国人叫做 Pull the rug under you 就把你脚上的地台一抽掉 整个就翻掉 更不能过日 不能活的 他们自杀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是他生命的全部 你把我身边的全部拿掉 我怎么活 这就是我中心 这就是我重心 我想我们都有走过这个路程 其实今天我敢跟你讲 我告诉你说 我看一看今天道琼涨了多少 掉了15% 我想大家脸色就一下变掉 对不对 很多人脸色就一下变掉 糟糕了 我猜猜就少了15%了 指导方向就是 获利和赚钱是你唯一的方向 智慧的源头 你的生命观完全围绕了 对钱的得与事 和钱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很容易让你对世界 与人生有失衡的论断 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 除了金钱 没有别的价值观 很简单 我跟你讲 我20年前出来见他 做这个指示会的主席 连坐了7年 那时候等于上两个班 一个是在公司里头上班 另外一个在教会上班 要建堂 要募款 然后又要一大堆的细节 然后还要讲到 有时候要教主日学 一大堆 对不对 两个工作 可是我离开TI的时候 30年 一直不停地努力 工作赚钱 然后我离开TI 我就觉得 晃然若失 晃然若失 怎么搞得 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还记得 我的那个总裁 说 那你很有价值 很有价值 他也知道我是个基督 对不对 我都一直在传达价值观 但是我自己 碰到这个经历的时候 所有的男人 我想都会碰到 因为你几十年生命的重心就是 一天做十个小时赚钱 拿回家 然后大家就说 哇你看你在工作上 这就是我的identity 对不对 所以推然一下被拿掉的话 洪人若失了 大概半年都一年 然后回台湾的时候 跟那些朋友聊天 他们在谈他们的工作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更不需要 被社会 扫掉了 失落了 然后 week day去这个 supermarket买菜 我跟大家讲过 week day去supermarket逛一逛 就觉得说 我在干嘛呢 都是无业游民 才在这个supermarket逛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的看法 很不成熟的看法 可是没有办法 而智慧的原则就是 你的生命观 完全围绕着 对钱的得与实 对钱能够 做的事情 力量的原则是被金钱 能够影响到世界所限制 金钱买不到东西 你就做不到 金钱买得到 你就做得到 OK 工作为重 就我们刚才讲过 你在职场中 所放你的角色 来定义自己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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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问你的 identity是谁 你可能最简单的就是 我是谁的爸爸 我是谁的 我是谁的 这个太太先生 然后我在工作 这是你的identity 对不对 可是很少人会讲说 我的identity是什么 我的identity是神的儿女 天国中的王子跟公子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identity 可是我们不会提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提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中心跟重心不在那里 我们是其他 所以摩西问神 你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我 你在讲什么 他跟人不一样的 不是说 我靠着我的太太来定义我 靠我的子女来定义我 我靠着谁来定义我 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That's it 所以神的定义 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身份 不需要靠别人来证明 那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身份 常常要靠其他的事情来证明 这个是最可怕一件事情 那指导方向呢 你一切决定都在于 工作的需要 期望 一天十个小时 我以前上班 一个礼拜就六十个小时 八十个小时 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夜两点三点 那么T21出来了 也要去看 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而智慧的源头 工作就是生命的全部 你职场中的角色 限制你对生命的任性 力量的源头 你的能力完全来自 你工作的责任 职业生涯的机会 你老板对你的期望 组织的框架 限制你能力的发挥 因为你可能碰到 一个不好的老板 你可能碰到一个不好的公司 你可能碰到一个不好的行业 然后你的力量就被局限了 你不能走出这个框架之外 那彼得原理是你迟早的致命伤 就是你生生生生到一个地步 不能再生一晚了 对不对 你就是生命没有看望 那很多中国的来的弟兄姐妹 因为中国这个教育的问题 还有这个语言沟通的问题 所以其实很多才能都被埋没了 在公司里头没办法伸上去 当然挫折感非常大 挫折感非常大 怀才不育的感觉非常大 然后觉得说 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伸上去 我这个有能力的人 长老是伸不上去 所以工作为中心 重心的人回到家 是非常把那个negative的这个气氛 就带回家了 因为你得到的 就是有虚无虚的得到的 为中心重心的生活 你的安全感来自你的荣誉 你的社会地位 你看我会得了什么奖 我会得了什么奖 我赚了多少钱 我今天拿多少bonus 然后我买了房子 这个是你的possession 它们英文是possession 你所拥有的有虚与实体的一切 今天就是怎么讲 就是什么叫以神为中心 什么叫以神为中心 我们所有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生活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赚钱 这些都不能少 都不能少的 不可能少 对不对 所以生活 是一定要过的 但是中心 不是以那边为中心 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每一天的日子 都不要去改变 早上起来 做什么事 上班做什么事 带儿子女儿做什么事 都不用改变 你花时间都不用改变 先讲这一点 都不用改变 可是你的目标都变了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早上起来 你第一件事情 你没有神的人 第一天起来 你赶快刷牙洗脸 你就不管了 你以神为中心 说感谢主 你让我 又睡了一个很好的晚上 对不对 你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睡 在很好的 感谢主 我又能够起来 又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等着我 这是以神为中心 然后我早上要去 走路运动 说感谢主 你保守我的身体 我要健康 我要能够侍奉你 更长更久 那我的家庭 我要能够 在你的旨意下 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 容神于人 那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能对得起你 这是以神为中心 说话 你的时间都没有变 你都碰到孩子 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以前说 你怎么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这个 我现在是以神为中心 我现在说 孩子啊 那你今天早上 有没有准备好了 感谢主 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早 我给大家去学 就好好学啊 因为你要荣耀神啊 那神给你很多的能力 你要学会啊 给你的才能发挥啊 这个就以神为中心了 所以你讲话 态度变了 方向变了 然后你跟你先生 在讲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是为神 照顾这个家庭 所以我对我的先生 我就是要向 主耶稣基督 这个跟教会的关系 教会怎么样的 这个顺服 主耶稣基督我 叫顺服的先生 所以你这个 只是一个观念的感觉 你就是为神而活 那当然有很多时候 你讲不出你该讲 做不到你该做 因为你圣经的支持不够 因为你以前没有为神 为中心而活 可是因为你现在为神 以神为中心而活的话 你每一天 有时间的话 你不会去浪费在看YouTube 会浪费在看什么 其他杂志杂吧事情 看电视什么 你会想 哎呀我要读经 我要祷告 因为我为神而活 我觉得我力量不够 我知道他太少 我没有办法叫我的孩子 什么叫为神而活 你很自动的 就会走向这一道路 所以你就会很自然的 就是说 把圣经就 每天就读 就读得很开心了 OK 就是这样子 你就读 我可以把我的 对不起啊 这我的圣经 就是 全部都画烂掉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我还有二三十年可以读 对不对 可是你就知道说 什么叫把书茧吃掉 那个是耶利米斯坦 把书茧吃掉 就是你那个 就是 你怎么可能说 每一句都要画 你后来读书 你就发现 每一句 每一句都要画 像今天那个 今天那个 这个牧师讲 有没有 把我的灵 放在你的心里 对不对 它其实有两个心 一个是heart 一个是mind 所以你分清楚了 你就知道 它不把圣灵 放在你的heart里 它不能控制你的mind 对不对 那你的mind有个gate 你的mind有个门的 今天牧师不是讲个门吗 你要开门 以前那个 耶稣讲的开门 是说传福音 对不对 可是现在讲的开门不一样 就是它已经在你里面了 它进不到你的脑子里头去 成圣的过程是 它在你里面 它进到你脑子里头 你不开门 让它进去 为什么不开门 因为你是以 你的配偶为中心 你以你的这个金钱为中心 你以你的工作为中心 你没有以它为中心 你以它为中心 你就把这个脑子的 魂的门打开了 让它进来 所以你每次要 读经祷告 就是让圣灵帮你建立信心 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 所以它刚才讲得很对 这个门法是在外头 是在你这里的 它不能帮你开门 圣灵不能帮你开门 所以圣灵与情欲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 情欲就是我肉体的这个感觉 那我的肉体的感觉就是 我要凭着我肉体的感觉去做事 可是圣灵就是 那你不可以这样做 让我告诉你 你说那你不要进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中间魂跟灵 一直在打仗 一直在打仗 那撒旦就是要控制我们的魂 那就是不让这个圣灵进来 你肉体的情欲 它就让你感觉很好 可是你不要让圣灵进来 你把这个打开了 圣灵进来 就可以开始跟你讲话 其实圣灵一直在那里想跟你讲话 一直在那里要跟你沟通 可是我们在看这个YouTube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 我很喜欢看这个NBA啊 或者看这个NFL 我看NFL看NBA的时候 从来没想到圣灵 对不对 怎么可能嘛 那你其实我们每一天在做很多事情 你绝对都没有想到圣灵 所以我们跟生命接触的时间很少 跟生活接触的时间很多 我的配偶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家人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这个金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大堆的生活往前都满满的 可是我们没有以这个生命为中心 去活着我的生活 我们以生活为中心 去影响我的生命 所以昨天我在开 bodden 有一个人就讲 说成功神学好不好 那我们这边有讲成功的定义嘛 所以成功神学 是本末导致 它以成功为主要 然后以神来帮助我成功 这叫成功神学 可是真正的成功是 以神为中心 把神给我们的才能发挥出来 容神一人 这个是成功 这个叫成功的定义 所以是从上往下成功 不是从下往上 把神当作一个偶像来帮助我们 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就是你每天说 我今天怎么跟神挂钩 我今天这过的日子一分一秒 为什么在神国里头有意义 也就是这样子 你慢慢的就越来越转 越来越转 你就发现原来你生活 这个叫提纲窃离 这个叫提纲窃离 原来你生活从上到往下 一拉全部都起来 一拉全部都起来 因为他圣经里都 全部都记得好好的 你如今当怎么过的 一拉全部起来 全部起来都顺了 那你不全部起来 都不顺了 这个也出问题 那个也出问题 很简单 这个从来不读经祷告 从来不跟圣灵接通的 要照顾孩子 你怎么照顾 你不可能从神得到机会 然后只听到一些 这是真正发生一件事情 只听到一些 人家说 基督徒不可以这样 基督徒不可以这样 基督徒不应当这样 这个才是好的 那个是不好的 听到一大堆律法跟条文 就是旧约的律法跟条文 律法跟条文 根本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影子 实体是主耶稣对不对 但是我们用律法条文 来带领我们生活 我们自己不跟神亲近 不跟主耶稣亲近 不读经不祷告 不是本 没有合罗序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旧约 跟新约的打仗 所以主耶稣就说 你不可以用旧的衣服 打新的补丁 你不可以用旧的酒袋 去装新的酒 不会出事的 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 做就这些事情 律法条文 孩子你不要去做这个什么 谈到这个什么 同性恋的事情 你不要讲这个 transgender的事情 你不要讲这个 讲了一大堆条文 可是他们的生命 自己没有改 他孩子的生命 怎么可能改 还是生命不改的话 他生命的彰显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没有神的生命的 你怎么可以叫他说 表面要改 里面不改 不可能的嘛 所以父母亲不怕 以神为中心 以儿女为中心的话 结果就是这样 到后来就 搞个没完没了 因为我们抓的都是表面 应当这样 我就是考基督徒 应当那样 我就是考基督徒 可是你不是从里头出来的 从里头出来 他就完全不一样 你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就会讲到这个 以这个principal 为center的mind 那我们就 下面再往下讲 我现在把这个 先变成这个 感谢主啊 这个 这个谁的learning work 就接上了 那我把它换到这个 整个的口 好 这样有了吧 对 你再把它变成singles 现在可以了 很好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到 以这个possession为中心 以中心的生活 那当然也有享乐 为中心和中心的生活 这个享乐呢 是当然你的安全感 骄傲感完全来自于什么 来自你社会交集圈 和朋友的认可 朋友对你的看法 或是你的亲自决定 也情绪高低起 指导方向 你就常想 他们怎么想 朋友怎么想 朋友怎么看我 因为你自己的identity 你忘记了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这个 神国中的公主跟王子 所以你讲起话来就是 看人家怎么样看你 你才觉得说 哎呀 我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说 神的那句话真的是有趣 你是谁 I am不 I am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这个气盘 I am不 I am OK 你不要管什么 别人怎么看我 怎么相对的 那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神的儿女 你在讲什么 然后智慧的源头就是 你看到世界 就是社会关系 没有别的 就是社会关系 其实世界很大 对不对 那力量的源头 你的能力 被你能够达到的 交集圈所限制住 你行动能力 和人的意见 一样容易变 别人变了 你就跟着变了 社会变了 你就跟着变了 时尚变了 你就跟着变了 所以这个都是不好 以儿女为中心 你说这个 这个还会错 很简单 我刚才已经讲过 为什么会错 对不对 你的安全感 你骄傲 完全来自你 儿女现在的表现 现在的表现 因为你不知道 将来的表现 所以你对儿女的希望 就是现在的表现 就是短期的 不可能长期的 对不对 合乎你现在的期望 或者你是否能在 你的社会圈里面 昂头体胸 很多父母就是 把自己的儿女 跟别人的儿女比 对不对 可是你也不知道 将来会怎么样 至少现在 我比你们好 对不对 那明天 明天再来比 所以你比了一辈子 就在比儿女 对不对 就在比 那儿女也是很老实 就是说你一听到 我跟人家比干嘛 我就是我 对不对 可是你说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儿女 对你的命令 是否严重计较 这个也很重要 他听了我就是好孩子 不听我就是坏孩子 这个是很有趣 那坏爸爸 听坏爸爸是好孩子 还是坏孩子 听坏爸爸的孩子 是好孩子 还是坏孩子 爸说咱们去抢劫吧 他说好啊 咱们去抢劫 那这个是好孩子 还是坏孩子 对不对 所以你要很肯定 你对他们建立的目标 有期望 对不对 这个都是 以儿女为中心的安全感 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会改变你传统的价值观 然后美国 中国的价值观还在那 OK 美国价值观 我们先不要去管 世界已经在变了 以前都不用电脑 现在电脑全部拿了 还有很多人 你现在给我算 打猪算 对不对 那中国还有很多 考猪算考试 全世界都变了 他还是不变 对不对 所以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会改变你传统的价值观 但孩子跟你一模一样 你就很开心 好孩子 跟爸爸妈妈一模一样 跟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孩子 就是不能让世界进步的孩子 对不对 那中国是一个很传统的世界 我记得说 三十年年看过一张 现在的照片 跟两千年的图画 OK 国画 就是一个农夫赶着牛在耕田 两千年以后 一个农夫赶着牛在耕田 这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世界 它不变 它不变 OK 它不变 那我们的父母亲 也是这样 传统世界带出来 对不对 不变 可是很可惜是 我们是从中国搬到美国来的了 然后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 跟这个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 我们没办法承受的 因为我们都是realty 我们都是相对的价值观 我们没办法承受的 所以这个中国的父母 跟子女的这个fighting 这个是never ending 不是说每一个家庭 其实也有很多家庭是很好 OK 那你会发现 很好的家庭 都是因为 他不是与儿女为中心 他知道什么对 什么错 他以良心为中心 不认识神的人 没有这个圣经教导 他是以良心为中心 所以以良心为中心 不认识神 教育的子女 比这个基督徒 不以良心为中心 不以圣经为中心 以儿女为中心 教育出来的子女 还要好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potential 但是我们不一定用到potential 指导方向 孩子没有偏离 你给他定的道路 孩子听不听话 然后孩子在传统保守价值观里 呈现在看起来不是有出息 从小看到老 这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对不对 从小看到老 人生一定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输了 将来就没搞 这个全部都是错误的观念 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方向 然后智慧的原则 孩子是我事业全部 没有孩子 我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然后我就看到说 有些母亲 母亲对不了了 母亲也有 OK 看家庭的背景 母亲就是孩子一长大 他放不掉 他要跟着他走 孩子都被逼疯了 我就跟孩子谈 孩子这么承受 你为什么要逼他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终于他哭了 说对 我放掉呢 我的价值在哪里 他不存在了 他舍不得放掉 这是很可怜的 神给我们这么多生命 跟时间跟能力 怎么可能因为孩子 长成人18岁以后就 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可能 对不对 然后力量的源头 我爱孩子 我为孩子 所以孩子要做什么事 我都努力为他做 这是很可怕 因为孩子可能要求不好的事情 你也替他做 因为这是你力量的源头 所以你的能力 很可能因为个人的眼界 可大可小 可对可错 现在的耐心 常常是致命伤 因为你没有耐心 所以你没办法忍受 他这个不定理的 或者不合乎你的期望 所以儿女为中心的 儿女为中心和中心的生活 也是很麻烦的 那又要问一个问题 世界里有哪一个人 有哪一件事 有哪一样东西 值得我们为他耳朵 人全部是罪人 对 事情全部是空虚的 东西可以来 可以丢 怎么可能有一个 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死而无悔 永远值得呢 为他摆上 一定得到我们所期待的奖赏 不可能嘛 这个是很明显的 黑白分明的事情 对不对 有什么事情 一份努力 一定有一份收获 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那个 所有的中心中心 这样的事情 alternative center 都是假 这个principle center 这是真的 什么叫principle center 我刚才有讲过 就是 真理 自然的律法 神 就是principle 除非你不信神 你信神你要知道 它就是principle 它是永远不变的 就真的是永远不变的 没讲一句话 就是绝对要发生 这个我完全相信 所以看你信不信 对不对 看你信不信 我是完全相信 所以我在去读诗诗篇的时候 哇好高兴 原来他给我这么多promise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的信心开始增长 我没有信心 我就 is something else 跟我没有关系 我还是回到我的世界 我希望我出了问题 神来帮助我 这个是把神当一个偶像 帮助我 不是我要去神那里 是神要来我这里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现象 所以今天那个牧师讲的 所有的很多战争混乱 都是从基督徒那边来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懂真理 牧师也没有教好 这个神父也没有教好 所以出了一大堆问题 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 不配做的 爱儿女过于爱我 不配做的 不背着他 十字架跟从我的 不配做的 得着生命 什么叫生命 就我现在觉得 我世界上生命 生活的中心与重心 就是我的生命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金钱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其他一大堆东西 这个你不死掉 你就要丧失生命 就是灵和神的关系 你这个里面的灵 和你跟神的关系就没有 那为我失上了生命 就是我现在觉得 世界上对我重要 不管是儿女金钱什么 不是说你不要去管 我刚才讲过 你每一天的生活不变 但你的重心改变 看事情的方法改变 然后你就得着生命 就是灵和神的关系 你有了神的关系 有了灵 有了生命 再去看你的孩子 看你的先生 我保证你全世界都变了 全世界都变了 你就整天笑嘻嘻 你就整天笑嘻嘻嘻嘻 因为这个灵是一个能力 灵是一个power OK 灵是一个power 它就是可能从身上 往往下走出去的 然后它的power出来 你们全部都感觉得到 旁边的人全部都感觉得到 这个就是spiritual power 这个spiritual power 是真的不是讲的 所以我们讲神的荣耀 所以主耶稣 这个行灵的妇人被抓到 你想想看几百个人 围在那里 打死他 吵得不得了 对不对 主耶稣进去 他就快了 他就说你在干嘛 这一张画质 他就说你们谁有罪 谁没有罪可以先打 他进去那个power spiritual power 全部大家就卡住 说的不用说 说的不用说 所以这个圣灵的power 是很强的 OK 你有spiritual power 你的孩子会看你 会听你的 会接受你的 你没有那个spiritual power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image 他很想跟外面的这个power 结在一起 你知道吗 这叫共鸣 这叫spiritual resonance spiritual的共鸣 你没有就是没有了 对不对 那他到哪里去找呢 他说我要找一个很诚实 很有德性 讲话又是平安喜乐 很肯定 有盼望的人 我找不到 找不到 对不对 那他就get lost 他get lost 他就到别的地方去找 他就找video game 他就跟朋友去drug 去做这个一大 这些不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里面的这个potential 没有被带出来 那我们下面讲 花下面书 本来讲 什么叫以真理 自然的律法 神为中心 以中心的生活 这我们就讲了 刚刚认为 你什么 神为什么 主耶稣为什么 叫你说 要爱我比爱你的儿女 爱你的父母更深 因为你不爱我 你怎么去爱你的儿女 世界上最有能力 宇宙间最有能力的 你不去爱我 我来帮你 你怎么去爱你的儿女 你自己的力量那么小 你要怎么爱 到时候出了一大堆事 你又来找我 可是你又不认识我 我怎么帮你 对不对 所以以真理 自然律法 跟神为中心 中心的生活 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 第一个来自永恒不变的 就是圣经 不会随世界环境的 变强的感觉 你知道真理 可以不停地 在你人生经验中 得到认证 这个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真理 你认识了真理 我跟你讲 在很简单里头 我在上班 就常常就记得 主耶稣这一句话 就是说 Peacemaker OK Bless out the peacemaker They can be called God's children 就是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 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这是真理 那我就出 每件事情 我就以这几个真理来 来使用 我发现可是 powerful了 人家吵架我出来 人家跟我吵我解决 就到最后的时候 人家都很尊敬我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真理 可以不停地 在你人生经验中 得到认证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人的每个心 都有一个真理在里头 神荣耀的行将在里头 良心嘛 所以你照着神的真理做 你只是特殊到 他的良心嘛 所以中国人说 领导是带兵带心嘛 你很早一个领导 不带心可以带兵的 不可能的嘛 你不爱他 你不对他诚实 你不让他诚恳 他会听你的 他会听你的呢 所以真理 然后第二个 真理可以永远是 衡量你自己进步的词嘛 精确一贯 美丽而且坚固 所以你一直 为什么有圣经 新约有这么多圣经 对不对 有这么多什么光明之子的生活 他怎么做 他就是要告诉你啊 告诉你 你要来衡量你自己 进步的词嘛 我照着圣经做 我进步了 圣灵的果子 我有多少 十分零分 九分两分 对不对 这个一直不停地衡量自己 而且因为是真理 所以他就很精确的 所以你读圣经 一个字都不能错 一错就完蛋了 一错就完蛋了 所以心跟心意 是两回事 心灵跟心意 这个mind跟heart 是两个字 给中国人都翻成一个字 一心一错就错掉了 这个就是圣经 对全面很容易就误解 所以真理可以永远 衡量你自己进步的词嘛 精确一贯 美丽而且坚固 真理可以帮助你了解 你自己的进步 加上你的信心 去做更多的学习认识 所以我假如说 我说 显然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以前不是很相信 可是我做了以后 我说哎呀 不是闹着玩的 原来真理这么大的力量 还可以帮我升官发财 有这么大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就进一步我认识 他说圣灵有多少力量 我不知道 可是圣灵有一次帮助我的时候 一下子把我从这个 深渊的底谷 提到天上来了 情况都没有变 我想哎呀 圣灵是真的 所以你要一直不停地去 抓着真理不放 经历真理 你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真理可以帮你了解 自己的进步 加上你的信心 去做更多的学习去学 说哎呀 真的我懂得太少 我每天还在都干一些的文学 然后圣灵就一直逼你去读 哎我再读再读 哎你看太多YouTube 压着怀子 这就是我的经历 所以 我觉得你圣经可以读二三十遍 你会非常快乐 因为你真的是跟神接在一起 当然我还没有到那地方 我想说以佛所说 可能读了至少二十遍 可是还是在努力地了解 因为常常发现一个字错 所以在总经感 由于你安全感的来源是永恒不变的律法 也真理 所以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 你可以用一颗好奇探索的心去享受未知的路程 同时你有一个信心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不要忘记我们成功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世界有够钱 荣神一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然后把这个世界带到神的国度里头 因为我有这个目标 我有这个使命 而且我真理在我里面的心 所以世界变我不怕 什么transgender 什么这个homosexual parade 什么 放宝白的 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因为我知道神在长觉 我知道我在干嘛 我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 我知道我死了以后面对主耶稣基督 我能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走得很有信心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又跟我太太开玩笑 她有时就喜欢动不动脾气一来了 所以又骂我两下 我说I don't care I'm not worried I got holy spirit in me 她就在那边笑 OK 然后碰到很多问题 说what can mean the satan's attack 她就在那边笑 OK 所以 所以你有这个圣灵在你里头 你真的知道你每一天过的是什么 我很有把握 很有信心的 可是你世界的生活没有在变 对不对 你该做的还是要去做 你还是要锻炼身体 你还是要这个 去照顾你的孩子 你还是要服从你的先生 先生还是要爱你的太太 可是你的力量是从暗量来回看 指导方向 你有一个指南针 什么是我们的指南针 我们的良心 神的image 神荣耀的形象 他一直告诉你的 你有你准确的数据 帮助你可行且有意义的决定 你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知道 不该做去做 因为你良心早就跟你讲 对不对 这个compan说 你走偏了 那我们北 你怎么走到东 这个都也在讲 那由于你将自己 千变万万的世界里抽离了 这个世界变化 可是你被抽出来 因为我们是consecrated 对不对 我们是成圣的 我们是被抽出来的 神把我们抽出来 不是我们自己成圣的 所以你不会被环境和情绪牵动 你看事情可以面面兼顾 远近得已 long term short term 我都可以看得清楚 我只能要照顾家里 要赚钱 要看顾小孩 要运动 要照顾身体 要教育施工 要讲大 我怎么忙得了 很多人在忙得了 还忙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上轮往下看 他省掉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 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 然后像我假如说 每个礼拜要准备这个奖章 我花很多时间去奖章 我可能讲不好 可是我就是先准备之前 先祷告 然后圣灵给我很多这个 一下子就出来 几个小时就出来 几个小时就出来 就是要靠圣灵的力量 我自己早就做不到 那那个我看 那个以论的话 一个月要讲三四十次 那怎么做得到 他做得到 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是圣灵的力量 在任何状况下 你可以主动积极地寻求 最好的捷径 这个捷径是什么 真理 良心 与经验累积而来 所以走这个捷径很重要 叫efficient 可是方向要对 这个叫effectiveness 我们讲过 有果效 有效果 这个人一个小时 就当十个小时活 对不对 一个小时可以当十个小时活 所以你会觉得说 怎么有人在这个世界上 做了很多事情 怎么有人在这个世界上 做的都 还觉得很疯狂 这就是原因 你可以忙得很多 但是笑嘻嘻 或你可以忙得很少 但是聪明苦力 所以智慧的源头是 你对事情判断有横观 有平衡 有长远的看法 你看世界一般人就是不同 所以你的思想也行为 这个被动的世界大相径体 你看世界从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去看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框架 这是就是神学的框架 就是我们为什么被创造 神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无如何做光明的指引 然后我们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头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的框架 这个框架不变 这是一个永恒的框架 一个宏观的框架 所以我们是一个框架去观察 所以你可以过有效率 且有先见之明的人生 有先见之明 这个是很有趣 我们是Prophet 假如我们能够传递神的信息 我们是Prophet 有先见之明 你这个不对 你这样会出问题 哪里哪里 不会 后来出问题了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圣灵可以帮我们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世界 讲个很有趣的问题 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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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讲风水不对 就是说好像很迷信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 这个是一个光的世界 光的世界 所以我们 其实一看到黑药 我就不喜欢 那我一个朋友 买个房子很大 树盖在外面 都大树 我说你这个树要剪一剪 我看了不爽 那我就是喜欢 在大树保 后来两年过 被它抢 冲击拿枪抢 后来就刚才把树砍掉 这个东西 你可以感觉得到的 你可以知道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事情 这个 这只是一个 好玩的一个故事 可是我说 圣灵可以帮我们 看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 这个跟神接近 我们还有先见之明 你永远想着 如何是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智慧的源头 就是这样 所以你积极主观的态度 去侍奉与建立别人 你将所有人生的经验 当作学习进步 与贡献的机会 所以你说 看书好不好 看YouTube好不好 可以会很好 因为神造了很多人 有很多特别的才能 我没有 我可以从那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所以人生的经验 东西来讲 就是学习进步 然后贡献 学习进步 贡献 你如果有这个态度的话 你活到八九十岁 你也不觉得你在太老 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John Maxwell 他是一个牧师 然后他 leadership 学问上都很有名 他爸爸九十几岁 送到了养老院 不叫养老院 就是 senior apartment 进去第一天在门口 欢迎那些老先生 老太太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礼拜天要讲大 你来 他九十几岁 他就是因为 他一直学习 一直进步 一直贡献 直到那些倒地那一天 那哪一天倒地 跟他有什么关系 神决定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那边 当然有什么 worries 对不对 Worry 对不对 那力量的源头 你的能力完全取决 以对真理认识的程度 和自然法则 所产生的结果 你成为一个 有自我认知 有知识 且主动积极的人 别人的行为和态度 对你没什么影响 我只靠神 只靠圣经 你会创造群体的合作 你所能成就的 远超过你自己 永远的资源 因为你 神所有给你的资源 都是你的资源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成功的定义是 你要利用神给你所有的资源 你会创造群体的合作 你的决定不会因为你现在经济环境的限制 你从群体合作中创造无限的机会和空间 所以很多的 innovation creativity 都是从基督教国家来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国家 它不把自己限制 它爸妈妈从小就叫它说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像那个很有名的一个organization Teach for America 所以专门在长春盆里头找那年轻有负担的人 年轻有负担的这个年轻人 去到这个 这个 innovation 就是这个innovation 就是城市里面 苹果的地方 去教那些小孩 因为那些等于都被抛弃的小孩 那李牧师 他的儿子 就是Teach for America 正好我们上一个礼拜 昨天才interview他 他就是教了五年妈 然后他说开玩笑 他的班上是middle school的 女孩子 这个怀孕的比不怀孕的很多 OK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这个excitement 对不对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所以这个女孩子 他爸妈跟他讲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think is right Go ahead do it 他说I took it for real 他说我真的相信 后来他就做了这个Teach for America 他princeton大学一毕业就去做这个 然后就开始去找钱 然后去呢是不得了 这个一年是几千万上亿的资金 然后每年是几千个这个 Teach for America学生 送到这个 Inner City OK Under Served Student 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 那力量的源头就是 你的能力完全取决于 对真理认识态度 自然法则产生的 结果你成为一个自我认知 有知识且主动积极的人 别人的行为 带着你没什么影响 你能成就的完全超过 你自己永远的资源 你的决定不运营的 现代经济环境的限制 从群体合作中 也创造无限的机会和空间 因为你看世界 你不是只看跟我有关系的 我看世界是神这个世界 给了我多少 我能够用我都要去用 所以在这个公司里头 能够成功的 做上这个Manager Leader 就是会用别人家资源 会变人家资源 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 可是很多group 能不能有好的leader 那些人他整天没事干 所以你跑去说 你有空忙帮我做这个 他说好啊 我反正也没事干 你有空忙帮我做这个 所以一个group变成三个group 人家说你怎么做得这么快 这么好 你只有两个人呢 对对对 我只有两个人 我们就努力一点就说 working hard就说 其实你把两只 也都拿来用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leader就是要用 所以你父母亲做一个leader 你要教小孩 你怎么教 你说Google上头有什么资源 哪些training camp 哪些这个summer camp 哪些什么computer programming 哪些教这个什么programming的 教什么一大堆这个computer program的 对不对 你就去高宋去他学就是了嘛 你就不要让他去玩video game就可以了 他学了有趣的很 他不要去看video game吧 对不对 可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 从这个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很 limited的 其实一点都不limited 你这个Google 你随便问什么我什么事情 我五分钟帮你找到 我就打进去就说我也不懂了 我就打进去啊 对不对 所以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下面就请这个Lina老师 跟这个Lina老师 帮忙comment一下 对不起 今天call久了 因为这个network糟糕 好 我们先请Lina老师 她刚还没有回应 Lina老师讲 没有掉 还在 那个贾民老师 你去关你的microphone 我 我今天刚才听到 就是后面 刚才特别是后面这15分钟 我都觉得很多话是在对我讲 我想 我们在座可能网上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都在把自己对号怒作 你在哪个阶段 哪一些是你现在最重视的 哪一些是我曾经放下的 哪一些还没有放下 然后呢 现在我应该怎么样的生活 我想这个 可能大家都在 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 把自己放在这个每一项里面 然后去检查自己 我就是觉得今天的内容是非常的好 而且是一个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很难 这种叫做自我解释 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别人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 那极少是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用这今天的课程的资源呢 去检查一下自己 在神面前呢 就真实的去 来把自己呈现给神 就是有什么我不能放下 我想我们都在路上 因为每个星期陪很多家庭 我自己也在其中 我知道神的力量是从上往下 是无限的 可是我们人呢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无知 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是从下往上 就遇到一个难题 遇到一个关系的破碎 然后在主里面放下一个关系 把一个关系就交给神 遇到一个最后破碎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才真正的完全到神面前 这是我的路径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真的从小就能够到 能够在神的智慧里面成长 知道一切都是靠不住的 那我至少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即便我这样走过来了 我知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 可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 还是会依靠神边这样那样那样 神给的祝福就变成了一个捆绑和束缚 就变成了一个让我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课程我觉得今天我们是讲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破一点我觉得一点也不成 就时常的可以拿出来检视 那可以对照 那刚才最后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觉得我们我自己 我自己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看自己看外面 就是向外看 向远看 看更远一点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觉得最挡住我的就是 我太自我为中心 总是看到我自己身边周围很小的一个范围 那就求神把 真的我自己在听课的时候 我就求神把我的眼睛眼光再放远 那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向外看 好像刚才讲到的那些 那些那些的年轻人 他们去服侍那些 他们就没有被服侍的人 当孩子和当我们成年人的眼睛 一旦被打开的时候 我们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不同 所以我我在想就说 有机会 让孩子们让我们自己都能够有走出去的机会 即便不能够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我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 就是每一天跟神祷告 就是求神让我用他的眼睛 看我今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不断的祷告 就是说每发生一件事情 我自己就心里就有一个末道 就是神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那很长时间来操练 不说操练 就是因为有意识的认为 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软弱 所以呢就慢慢慢慢的 这些属灵的操练 我觉得也是可以 我自己至少是这样 就是遇到事情 遇到弟兄姐妹跟我谈一些事情 我听到就是神怎么看这件事情 然后我尽量按照神的心意去应对 来去生活 那这是我的一点的体验 那我觉得这个今天讲的这个 讲到后面这第十 后面十五分钟 任重而道远 路还很长 都很羡慕很向往 但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 那就神就必定会成就 这也是一个鼓励 好 感谢竹林娜老师 他很谦卑也很深入的 自己的经历 生命的分享给我们 我真的是非常阿门 蒋明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导 因为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题目 就是我们整个人生怎么去看各方面 然后刚刚第一位听众问我们 那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以神为中心 不代表我们就留在教会 家庭读经祷告 而是神要拆我们出去 把怎么在读经祷告所经历的活出来 把生命活在生活当中 所以刚刚讲一面老师 最后这15分钟的分享里面 让我也是有很多的感触 其实呢神要我们往上看 定睛仰望神 举头仰望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 这样我们不是活着 为了得到任何其他人事物的认可 而是要荣耀神 要得到神的称许 那当然神的标准是很高 可是感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是靠神 所以刚刚蒋明老师说的真的对 无论我们做多少的事 还是多大的事情 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自己的经历40年来 然后现在退休的 退而不休的 所做的一切完全真的是仰望神 靠神凡事都能 靠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行 或许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多有能力 多有能干 所以我觉得第一 往上看 定睛仰望神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然后呢 第二要往内看 看我们自己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自我决策 要看 神我现在到哪一个光景 我对号入座在哪一个座位 然后我要从这里 往那里去 我的目标 下一个目标 是怎么样有推动力 神给我们 所有这些安全感 智慧的源头 能力的源头 方向感 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靠自己呢 人的尽头 是很有限的 就是神给我们能力的源头 所以非常感恩 往上看 往内看 然后呢 要往外看 不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跟光景 我们要往外看 神要借着我的生命 可以怎么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 我昨天在健康家庭大会里面 讲到说 怎么帮助青少年 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目标 从我们自己开始 然后又怎么帮助青少年 就是要往外看 不只是看到me, myself and I 我要做得多好多棒 我要怎么得到多好的益处 而是说 我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怎么能够做的成为别人的益处 不只是想到自己 而是利他也会利己 在往外看的时候呢 我就说 我们不要做死海 有家 有那个月旦河的水进来 没有出去 你就死海 留着所有的祝福 神给你的祝福 你的恩赐 留给自己 没有祝福别人 没有流通出去 我们要做加利利海 有神的祝福给我们 我们怎么也能够把这个投资倍增 来祝福其他人 所以要往外看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把生命建造在盘石上 而不是在沙土上 这样我们就很扎实